欢迎收看今天的致富达人 我是主持人子彦 大家好 我是周董 今天台股虽然大跌了200多点 但是周董好像有东西要跟我们分享 没错 大盘周董讲过 指数它是一回事 那指数走多还是走空 我早上就会告诉你 早上8点之前 我就知道今天要怎么走 相对的股票也是一样 小燕 股票我们只给大家三档 不是三十档 1700多档股票 我只给你三档股票 而三档就是我在里面 当中挑选个股基本面相当的良好 也就是不单单是主流股 更可以超越大盘 就像今天大盘最多跌335点一样 大盘再下跌对不对 小燕 来看我们的股票 来 我说 这档股票6140对不对 就像行家一样 行家一出手变支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所以当你昨天晚上收到周董的三支猛龙 我说三支迅猛龙对不对 这样的股票当你把基本面看完 注意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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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看完以后对不对 今天买不买得到 来看 小燕 用你美丽的眼睛看 可以耶 有没有跌破品牌 有 有没有最低呢 可以买到29.5% 有 买到过后呢 今天可不可以赚10% 可以 赚10%呢 需要慌慌张张的吗 完全不用 轻轻松松 早上呢10点不到就锁住涨停 不用一个小时耶 不用 了解吗 也就是呢 行家呢 一定是告诉你未来最有展望的 而呢 给你这份资料呢 不会超过三档 来 周董今天给你这份资料 不是30档股票 30档股票呢 像社费标 总有一档会涨停嘛 对不对 可是相对的 我给你这三档 不单单这三档都涨 小燕 还有一支呢 可以让你买在平盘的 迅达 马上让你赚10% 对 等于你买100万 今天我就送你10万 对不对 那这份资料呢 周董今天破例啦 再送你最后一天 好不好 最后一天 也就是呢 剩下这两档也是满直优的 因为呢 大家知道我的习惯 我的习惯是什么 大家看 买主流 爆破算 是 有没有看到 我说呢 我买到一档好股票呢 我就绝对不放手 了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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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到 今天呢 大盘跌了335点 对不对 我们一样没有卖 了解吗 震荡嘛 你就让它震荡 对不对 那相对的 我们呢 未来性都帮你顾好 也就是呢 这样的股票 记得 一定要有业绩 有题材 三绿三升 而且EPS呢 要尽量的跳一倍一倍以上 那相对的 如果去年赚10块的EPS 对不对 跳一倍 今天要赚多少 20块 20块 了解吗 所以呢 这份资料 今天再送大家一次 小燕 好 麻烦你了 我们最后一天的谢天机 股齐全三合一完全攻略 记得打电话 帮我们打电话进来 0223219933 记得打电话进来之后 要说我要全餐哦 我要全餐 好 那相对的 周董常在讲 台湾股市呢 有个特色你要记住 股票是一回事 嗯 有没有看到我的手势 买主流爆破断嘛 对不对 可是呢 期货跟选择权 又是另外一回事 有没有看到 那千万不要把两个搞混 为什么 有人在看大盘做股票 有没有听说 有 以为大盘过高 它的股票会涨 没有这回事 大盘过高 主流股才会涨 了解吗 什么叫主流 我再跟大家恶补一下 主流呢 不是呢 你说了算 你买了就以为是主流 不是主流呢 一定要比大盘强 对不对 当大盘在涨的时候 它大涨 当大盘大涨的时候 它涨停 这叫主流 当大盘在跌的时候 它不跌 当大盘大跌重挫的时候 它只有小跌 有没有很像 我们的信红科 是 这就是主流 了解吗 那主流中的主流呢 更简单 屡创新高 天天过高 全部1700多家公司 只有它在涨 叫做主流中的主流 那我们大盘在崩盘的时候 对不对 需要去卖掉主流中的主流吗 当然不要啊 不要 股票是一回事 期货选格学是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那另外一回事 有没有预先告诉大家 有没有 有 这就是重点 来 我讲过嘛 方向呢 我一定会提早给你的 对不对 今天呢 那不会告诉你说呢 欸 我才发现哪边呢 是做多或做空 不会 我直接告诉大家 我就用数学 对不对 你今天大盘呢 如果是真的是多头的话 对不对 17900要站上 我是不是讲过 有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就不敢吧 你就不敢吧 对不对 你不敢呢 很简单 雅燕我讲过 嗯 如果呢 一个男生不真心的话 那相对的 需要呢 去在意他的甜言蜜语吧 不要 就不要了 就不要了 了解 今天才跟我讲不要 哈哈哈哈 昨天还难分难舍 了解吗 没有错 如果一个男生不真心的话 对不对 很简单的道理 嗯 斩断 就不要了 了解吗 就不要相信了 就完全不要了 了解吗 是 来来看 大盘真的假的 很简单吧 昨天就告诉你 是不是 对不对 昨天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站不上呢 也就算了 还辜负我们 还破17900 对啊 那破了很简单吧 就变空头 17900下每天破低 若有就是真空头 所以呢 空头不是今天讲空 我们才说空 明白吗 这早就告诉你了 我们已经做空了 那相对的 已经做空了 对不对 昨天没有空到的 昨天夜盘可不可以空 对不对 昨天夜盘没有空到的 今天早晚要怎么做 来来来来 小燕 嗯 周董负责好不好 好 来看 这个呢是齐全大胜 你有没有加入我们的APP 有哦 有嘛 对不对 所以呢你早上呢 8点一定看得到 对 对 有没有看到 早上8点你看得到 那看得到呢 周董写什么 来告诉大家 哪个点位以上 17920 17920 那今天呢 没有看到 对不对 好那相对的 退而求其次 还是粉红色的 往下看一个 那粉红色怎么回事 来我再教大家 红色的是什么 你看到就买 然后呢直接喷出 有没有看到我这个箭头 这样有没有很简单 有 买的必赚对不对 那粉红色怎么回事 粉红色很简单 这边买这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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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到 震荡往上的叫粉红色 所以我们告诉你怎么出 有没有 有 下轨做多上轨平 对不对 这还是多头的范围 对不对 是 来拍谁 表演 今天这两个都不是哦 都没有对不对 那空头看不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来看多少 17650到820 那这个区间要怎么做 我也很简单 第五代 上轨做空下轨平 什么叫第五代 这边有上轨的 对不对 放空 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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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大空头战法 就这样 哈哈哈 怎么这么可爱 哦 破17650点 就有机会到17500吗 早上八点就讲 嗯 八点哦 八点就讲了哦 大盘会不会照我的命令 一路崩叠 会不会 来看 谣言告诉大家 嗯 1月台指期的1分k 今天吗 对 1月3号 就是今天 开盘叫多少 17658 最高多少 17667 1点点 这边是不是破了650 对 然后呢 就一路崩叠了 天啊 有没有看到 我有没有讲在前面 嗯 是不是昨天夜盘已经有预兆了吗 昨天夜盘 我又加空了 了解吗 还记得吧 我们昨天日盘是不是空在855以上 嗯 对不对 然后呢 赚了100多对不对 我说呢账面上的哦 是 没有走哦 没有走哦 没利益哦 没利益哦 了解吗 今天赚更多 今天赚更多 了解吗 所以呢 大盘的多跟空 我来决定 那你一定会想说 那我要怎么样跟着周董 而且是免费的跟上 不管做多做空呢 他8点都会告诉我 对不对 就像这个点位 来小燕 这个点位呢 是不是大家都看得懂 可以 这叫做绝对点位哦 这个点位哦 叫做绝对点位哦 我说了算哦 我说650之下就大空头哦 嗯 我说了 早上8点就说了哦 会跌到哪里 再说一遍 会跌到17500 来看 最低点17507 天哪 真的跟周董讲的一样耶 对 周董呢 只能告诉小燕跟大家 我是唯一能够知道台湾股市 未来的人 了解吗 那为什么我敢讲我唯一 因为很简单嘛 我早上8点就告诉你 嗯 对不对 破了这个点 就会来这个点 对 对 有没有看到 他连多叠都不愿意啊 对 有没有看到 就这样他连多叠 那你很多人想说啊 500没到 到507 对不对 不要这样酸啦 了解吗 507就是500 因为一路呢 你都对嘛 你怎么空都赚了 对不对 你赚到500附近 你也知道差不多呢 把它平掉 对不对 来看 那周董呢 怎么带会员做 那没有 我们还要跟大家讲 那你是想要进来 我的齐全大胜 免费的对不对 免费呢 每一天呢 都做到对的那一边 对不对 那你要记得 我们呢 是不是有告诉大家点位 有 那你每天都要看这个点位 对不对 那有时候呢 我没有在对话框讲 有时候没有在对话框讲 那你会发现说 今天没有 不是没有 你呢 还要点这个三条杠这边 点进去以后呢 会到Line Moon Line Moon呢 再点一下 再点一下 就会到我们刚才的那个点位 了解吗 不单单的刚才那个点位会给你 我还会教学 嗯 有没有看到 做多做空 做多做空 对不对 全部都可以做得到 那相对的 都免费的 没错 直接帮我们扫描 左边的这个QR Code 或是你也可以用Line ID 搜寻小老鼠 KING88168 都可以搜寻到我们的齐全大胜群柱 嗯 好 那接着 我常在讲 我说呢 我们做期货做选择权 是连续的 是 什么叫连续的 有逻辑 了解吗 不会呢 像一般人讲这么 今天呢 一下做多一下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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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期货跟选择这样这样乱做的话 小燕 嗯 周董他讲狠话 我保证你一辈子Q感 天哪 如果你在当天给我一下做多一下做空的话 周董保证你双巴 了解吗 你有发现 多头很简单嘛 嗯 下轨买进 上轨平仓 是 下轨买进 上轨平仓 下轨买进 上轨平仓 我一路呢 做多平做多平做多平 嗯 曲间往上 不要做空 那如果空头呢 也很简单 上轨放空 下轨平 上轨放空 下轨平 上轨放空 下轨平 是不是稳稳荡荡做一边就好 嗯 对不对 那大多跟大空不用讲 闭着眼睛都拽 就像今天啊 开盘价之下 关键价之下 实现之下 你哪有机会做多 真的耶 你只有闭着眼睛做空 了解吗 所以呢周董呢 就是有一套完整的数学逻辑 把呢 台湾股市呢 克得死死的 外资想要逃 对不对 我们都没有 外资克散户啊 嗯 周董克外资 哇 来看 周董的等级比外资还高 我昨天是不是讲 昨天反转 怎么看到 什么叫做反转 你要记得 这是一分K 嗯 一分K呢 是短短的十几分钟 杀了一百点 对 杀了一百点很简单啊 如果你这是杀假了 对不对 你必然呢 马上过高 对不对 嗯 可是呢周董认为啦 已经呢盘到这个程度了 不可能再过高了 更何况呢 1月13号的金钟罩铁布山 什么叫金钟罩铁布山 快失效了吗 哈哈 金钟罩铁布山 少林绝学 对不对 嗯 谁学会的 谁都打不倒 对不对 可是重点 1月13号 全部 闪攻 那全部闪攻之前 很多人想说 那我做到1月12号 对不对 不要这样 大家都知道吗 他们也知道吗 不要这样 了解吗 来 所以周董早就知道了 会有这么一天 对不对 所以这天来了 我有掌握到 我是空到855 是 账面上是不是赚104点 我没有走 昨天有讲嘛 对不对 有 没有走 那昨天呢做不得 赚一倍没有走 嗯 那今天呢 哦 这是不是也还没走 没有这个呢 我们要报波段的 嗯 你还没走 有没有看到 348点 好 那很多人讲说 那是昨天的丰功伟业 对不对 嗯 小燕 台湾股市呢 有没有很特殊的盘 叫做夜盘 有 来 这是呢 我们今天的 今天这个走了 好 赚快过5倍 那昨天夜盘呢 发生什么事 来 告诉大家 昨天的夜盘 嗯 是不是开到17 792 是 是不是呢 还谈了老半天 对不对 谈了老半天呢 我都不理他 我跟会员讲 等转弱了我要放空 哦 所以呢这一段呢 你能看到这段是不是转弱了 是 转弱了呢 我刚刚会员讲 谈起来就空 所以呢我空在17 790 最高空到793 我就算790好了 嗯 了解吗 这个账面上赚283点 还没有走哦 那呢 选择权呢 昨天留的本来赚1倍 是不是赚5倍 是 对不对 因为呢今天周选择权结算 所以这个走了 对不对 嗯 那相对的今天再做一次 今天还可以再做啊 今天呢盘中呢 我们的反弹 对不对 是 我呢再做一次1770年不得 再赚5成 哇 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周董呢怎么做 我都跟你讲 逻辑方向 还有道理 还有数学 嗯 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为什么下跌的时候 我们敢买多 因为答案简单 1月13号加持 所以呢 整个波赚赚468点 走咯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那呢 接着当天的早上 买进呢 账面上赚121点 嗯 有没有 27号是不是就走了 赚430 对不对 那接着呢 赚80点的 我们也184点都走了 对不对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 有买进 有走 有获利了结 都提前讲 有没有看到 都提前讲 那相对的 最近呢 行情比较碎乱 对不对 那相对的 我也跟你讲 我应该怎么做 有没有看到 所以看到没有 一路上 我就是告诉你方向 是 我让你知道说 方向是要做多或做空 是稳定赚的 我直接呢 在齐全大胜告诉你 了解吗 那你呢 可以每一天都做 每一天都赚 每一天都稳定 看到财富 本来从10万对不对 变成15万 15万变成25万 25万变成50万 50万变成75万 75万变成100万 你有没有看到 财富与日俱争 真的 来看 所以你有看到没有 我们呢 每一天都告诉你 我们做哪个方向 对不对 是 没有亏就说没有亏 没有亏呢 那不要故意亏啊 了解吗 那个叫做相怨 假圣人 没有亏就说没有亏啊 了解吗 那这样累积啊 有没有看到 酒烫啊 赚了1800点 有没有看到 那一样的道理啊 有亏嘛 有亏嘛 对不对 有亏就会告诉大家有亏 那可是重点 瑕不掩瑜啊 真的 3700点 没有亏就说没有亏啊 对不对 2800点 有没有看到 所以呢 这种告诉你 我都稳定做一个方向 稳定做一个方向 稳定把那个方向做到 了解吗 更何况呢 这个方向有时候呢 这中间会震荡 对不对 不要怕 有策略单 什么叫策略单 你有发现呢 我的期货很稳定 是 几乎都没有亏过 对不对 嗯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的期货 常常做策略单 买进 买保险 买进 买保险 买进 买保险 过高 全都赚 对不对 那最近做工要怎么样 放空 买保险 放空 买保险 放空 买保险 全部都赚 可是重点来了 我最近都做单边 单边什么意思 我有设定损 可是呢 一路往上要崩 都不用怕 了解吗 所以你要稳定赚的 记得 今天打电话进来 有一个更大的密码 我们之前是讲全餐 对 股票期货选择权送给你 对不对 你今天要讲稳赚 哦 稳赚会拿到什么 新的通关密码 我的新的心法 也就是呢 为什么我期货跟选择权 我们刚才有证明嘛 对不对 有亏才有奖 为什么期货呢 做了几十趟 只亏一趟 那是什么 就两个字 穩赚 那要知道这个 穩赚新法了 对不对 来 小燕今天给大家 麻烦你了 所以赶快帮我们 拨打电话进来 0223219933 那我想要问一件事情 就是穩赚 是除了刚刚讲的新法以外 我们还可以拿到全餐吗 那很简单嘛 你什么都要对不对 对 你又要全餐 对不对 又要我们的穩赚 对不对 对 那你很简单 穩赚全餐吗 穩赚全餐 四个字好不好 干脆全部讲一讲 对不对 那就什么都拿得到了 没错 那记得 穩赚跟全餐是不一样的 全餐是股票 期货选择权 对不对 穩赚是什么 新法 如何做才可以稳定赚 因为一般人 期货赚赚赚赚 对不对 没有一个稳定性 可是我发明的稳定性 做一个方向就好 对不对 所以只有今天送给大家 明天就没有了 麻烦你 好今天最后一天 0223219933 帮我拨打电话进来说 我要稳赚全餐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 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 拜拜